9月26号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全球抗疫与国际传播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国际舆论场出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有少数反华势力在不断抹黑攻击中国 期间一中一息两位网红分别用化作视频的方式展现中国抗疫方案 为中国发声 我创作了白宫粉刷酱这一张作品 他们其中的一位正在把房间中的新冠病毒刷成红色 并且贴上五角星 而左边的这一位正在催促说 快点我这边快要控制不住了 他们正在面对着媒体的镜头 手足无措 这正是当时一些美西方政客不遗余力的丑化中国 编造谎言自欺欺人的一个写照 我把我个人的观感融汇在了这张画面之中去创作了出来表现了出来 乌合麒麟主创富裕表示 漫画能够填补语言的劣势 跨越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他的一系列作品在社交平台起到了意图胜千言的效果 之后富裕的主题不再局限于揭露和讽刺 他创作了群体免疫 批夹等展现中国方案的作品 让海外的民众产生共情 抗议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 人类想要战胜新冠病毒并非天方夜谭 只要摒弃政治操弄的邪露 建立其广泛的信任和共识 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在国家遭受诋毁和污蔑的时候 我会义愤天鹰 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 我会兴高采烈 这都是我个人朴素的自然情感 而我表达这些情感的方式 就是用我的画笔 用我的创作去进行表达 所以我会继续创作出更多 表达我们共同朴素情感的作品 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英国网红司徒建国 选择用幽默来吸引眼球 他认为外国博主不应再讲述自己的故事 而是要记录百姓的故事 因为他们就代表了中国 我用幽默来讲述中国故事 给外国观众看一下中国不一样的一面 说实话 外国观众对中国媒体的影响是有偏见的 不大幽默 但我相信幽默是一种力量 面对疫情 最好的方法是让外国观众知道 中国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把疫情处理的 而不是比较不同国家的政策 我只要给大家看一下老百姓的热厂生活 跟老百姓一起聊天 一起开玩笑 一起互动 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 和村民一起跳广场舞 在浙江给和长当助理 在新疆棉花地和棉农聊天 在司徒建国的视频里 几乎从不直接谈论疫情 但中国的抗疫成果在他的视频中一目了然 全球疫情还没结束 但通过我的视频 观众都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在继续 改善全国人民生活的工作没有停止 服务品支付没有停止 生态保护没有停止 不是因为我直接对镜头这么说了 是因为我拍到了 大家都能看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是在记录 不仅记录我自己 也是记录中国 感谢观看